是整個一個大家庭 因為目前前一陣子 我聽到有民眾 因為他們可能不知道我的身份 他們是一群人在那邊聊天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剛好報紙也有提到說 我們桃園的整個稅收稅入的 這些相關的問題 不管是我們有多少錢 舉債多少 還款多少 一般的民眾他們就提到說 桃園市政府就像一個大家庭 我們家裡多少錢 就要怎麼分配 怎麼來收容 舉債越多 當然還款也是需要的 才能夠讓後代的這些 這些未來的這些相關的桃園的市民 在這個整個財政的負擔上 因為變成說舉債多的話 他們第一個想到就說 那個稅 稅的這個就是要從民眾的身上 再多繳一些稅 所以這個也是民眾擔心的 雖然社會福利對小孩還有老人照顧很多 但是中間的負擔稅的這些民眾 他們所需求的 還有長期以來地方所需要改善的這些問題 也是需要來做進一步來做處理 謝謝議員的指教 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的 我們現在在我們建設方面 或者是在我們福利方面 那麼民眾都有深切的感受 但是在我們的負債的部分 那我們是相對的 其實我們是並沒有增加 我們反而是減少的 那麼就以104年度的決算 來看得出來的話 那事實上我們的減債 除了我們借款 只有借120億 但是我們是還款還了166億 所以我們的債務是在減少的 也就是從126億 216億 我們現在又在減 我們又減到了195億 目前的負債長短期是195億 因為我們雖然會增加 但是局長你應該也了解 這有一些錢是升格之後 這個鄉鎮事工 當初的鄉鎮事工所合併併入的 把有一些繳道事庫 來讓你們整個統一 來做一個市政府來做一個分配 所以這個當然是會 當然有增加的部分 但是以整個長遠來看的話 我們還是需要有創造相對的一個 就是穩定我們的財政的部分 謝謝 謝謝議員的指教 我們市府團隊絕對會朝著這個目標 來努力 謝謝 所以我們的一些就是說 像我們有航空城公司 還有捷運公司 還有其他的一些基金的部分 我是希望說這些公司是未來 是我們桃園為我們帶來財政的部分 除了要增加收入之外 我們在支出的方面 我們一定節省著開支 讓民眾體會到我們是一個 積極於開源節流的這樣子的一個團隊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再來就是交通局局長 我想詢問一下 有關於我們的這個道路基金的部分 你們現在做怎樣的一個規劃來使用 道路最近不是交通局的 公務局 不好意思 公務局不好意思 是 謝謝陳妍 那有關於這道路基金 現在它的來源有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我們編列預算撥補 撥進去這個道路基金 另外一個部分是對於管線道路挖掘 它有一些修復費用的收取 所以這個道路基金的運用 目前都是規劃在進行幾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稅修道路 就是整個道路做一個路坪的工作 第二個部分是對於有一些道路坑洞巡查和修補 這一些零修的部分 那第三個部分最主要還是對於道路的挖掘管理 這也包括我們現在正在建置的道路管線資訊中心 這整個工程正在進行 那之後對於管線單位 我們會合屬一起來辦公 進行一些道路的管線挖掘整合 以及相關的挖掘障礙的排除 大概是進行這三大部分 那有關於我發覺我們目前 我們桃園的有一些市區道路 這一陣子都會有 就是說鋪設完一陣子之後 又開始有挖掘 那你們現在有這個管理的機制是怎樣來處理 這部分是進行這樣報告 如果進行過我們稅修工程 就是我們道路進行四階段的 第一階段是四階段的稅修工程完成以後 這是管制一年不能挖掘 那最近常常也 我正在就常常會聽到說 我們道路完成修補 就是顯鋪以後就立即被開挖 那這有兩個部分 這一部分是最主要就是我們的道路 顯鋪完成 就是整個路面整坪工程完成以後 還有20%的必要性的救災 和因應災害發生的 和業務需求的人孔必須要提升 這個部分很多人都 很多民眾都認為說這個挖掘 就好像顯鋪以後 立即的把這人孔提升的挖掘 以為是我們核准的挖掘 事實上這不是核准的挖掘 這是我們剛才報告的 稅修工程的四階段 第四階段 那我也順便在這邊報告 我們稅修工程第一階段 是要進行管線的整合 就是說我們要進行這個道路要顯鋪之前 有哪些管線要汰換更新 在這階段兩到三個月要完成這個管線的整合 第二個階段是入基 有一些道路的入基壞掉 還有我們必要的就是現有的人手孔太多 我們要下降 所以第二階段大概兩到三週 是進行入基的改善以及人手孔的下降 第三階段就是顯鋪和標線 那完成以後 第四階段就是把20% 救災和維護必需的人孔提升 所以有四階段 但是很多民眾都以為只有三階段 以為顯鋪完了就完 這個工程就完畢 所以會有這個誤解 那當然我們不排除還會有兩種情況會挖掘 第一個就是 因為我們工程做好它管線有爆裂 比如說水管或瓦斯管緊急搶修 第二個是散挖 這散挖如果被我們發現的話 我們會重罰 以上報告 我是希望說在我們桃園這些市區道路 而且市長一直在推路頻的部分 我是覺得說我們這幾年 有些地方有改善 但是還是有的很多地方 就是變成說下大雨的時候 好像就慢慢的有的地基 可能長期之前有管挖 所以會常常看到路面有坑洞 尤其下大雨之後 路面會產生坑洞 或者會有一些龜裂 這個部分 我是希望說我們公務局 這邊相關這些同事 能夠 好謝謝那個陳議員 接下來那個林政賢林議員 請發言十分鐘 謝謝主席 我們財政局財務局長 對不起 你剛才的答覆 我覺得有點模擬良可 我想我們針對我們審計處 跟你的指證 我們稅初規模持續的擴增 增幅大於稅入的成長率 那推動財政健全方案執行 未增完善 債務餘額也能計 那所以要管控預算的執行 要開源節流 強化財政收支的平衡 那我們都知道了 像今年度 除了房屋稅地下稅帳以外 那我們也把各七公所的這一兩年 我們要撥給我們的儀款 幾乎也都花掉 那我們現在的重大建設 不管鐵路地下化也好 綠色捷運也好 藍色捷運 綜藝道機場都停擺 那現在 那今年的預算 總預算大概也增加 將近百億 那怎麼樣 開源節流 財政收支平衡 包括 稅出規模的擴增跟稅入成長 持續大於稅入成長 這你要怎麼做 你是不是簡單的講一下 報告各位議員 其實在我們改制了之後 我們是由縣變成為直轄市 那麼事實上它的規模 它的支出的規模一定會擴增的 因為我們有很多原來所需要的這種的 院轄市的這種的基礎建設 我們是欠缺的 我們從六百億到八百億到九百億到一千億 對 現在我們一直 現在變一千億了吧 我們是希望 也能夠達到這樣的規模 重大建設也都還沒有支出 那你怎麼樣去開源節流 讓財政收支平衡 是不是你要簡單 具體講一下好不好 那我們的節流的措施 其實我們之前我們就有開源 我們在開源的部分 我們其實就有了很多的方案 那麼當然我們會從 我們要有建設 我們才能夠有稅收 我們所以呢 從支出方面來著手 然後再來創造長期的稅收 這是一個 其實這個叫做開源 只是用現在的錢去建設長期的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為什麼負債 負債呢 不是來借錢來讓債留子孫 我們是要來借錢來做建設 來創造更多的稅收 那麼這也是一種開源的方式 那麼當然另外呢 這個要有 我們在講 還有就是 我們在使用者付費 這個大家也要有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因為我們呢 我們其實我們每一個人的 這樣子的 因為我們已經是改制為之下市 我們是這樣子的水準 那對於使用者 接受到政府 那個別的這樣子的服務的話呢 使用者必須要去付費 我也肯定 這幾年當 我們從各方面去努力 當局長的努力 那其實我們桃園的財政還算不錯 我希望說 希望你不要繼續惡化下去 那你講的我還不是很滿意 你請說副市長 我請副市長 怎麼樣 怎麼樣對這個財政財務的問題 你有什麼想法 你簡單講一下 有關於財政的部分 剛剛財政局長特別提到 第一個部分我們升格以後 我們希望說 擴大相關的重大的公共建設 來讓地方更繁榮 增加稅收的增加 第二個部分他也提到 特別提到說 若實相關的使用者付費的方式 來做處理 第三個部分可能 相關的節流的部分 還是要做一些進行 希望你多多努力好不好 好 你請坐 那我也針對我們 所謂桃園市審計處 對我們桃園市政府的施政績效管理 有三個 這個績效不佳的三個單位 我們的公務局 我們的體育局 我們的清廉事務局 那怎麼樣 針對缺點來改善 我請三位局長 是不是簡單報告一下 先行公務局長 尤其你新來的 新上任的 那怎麼樣去改善 讓我們公務局的績效 能夠改善 是不是 請你發表一下 是 謝謝林議員指教 那 對於公務局 那相關的業務 之前是 我們是有一些 我們有兩大塊 第一大塊是 我們 你簡單說是 你要怎麼改善 那你的缺點 你知道不到 上次我們給你 給你的改善的缺點 你知道 你應該有看吧 對 那這個 針對缺點改善 你可能會給你兩分鐘 因為每個人 三個人 每個人講兩分鐘 好 第一個 我們的預算執行率 確實是 太低 那這部分 我們已經 對於就是說 相關 會遭遇到的 相關的 預算執行的困難 這我們都定期的 開會來解決 那第二個部分是 就我個人知道的部分 就是說 我們相關的 共同 它要求我們 有關於相關的 管線資料庫的建立 那這 我們也已經完成了 16個都市計畫區 剩下的17個 正在進行中 那我們希望 明年度的審核報告 不要再列到你們切實 好不好 可以可以 這些我們 都在努力當中 好 加油 好 那再來體育局 我們的 體育局長 喔 我們沒來齁 是 跟您報告一下齁 體育局 針對我們審計處所 給我們的一些 建議改善的方案齁 我們這邊大概有分三個部分 要跟議員這邊來做一個報告 首先呢那個 是針對洋媒體育園區的部分 因為我們 這個 由原先的全區 一次徵收 然後調整 分成兩期 這邊來辦理徵收 我們在 今年度也積極在趕辦 兩次的公聽會 我們都已經辦理完畢 所以在今年的11月份 我們會積極進行協議架構 我們會趕在 今年年底以前 把協議架構的程序完成 如果協議架構 沒有全部完備的話 我們再按照土地徵收的程序 這邊來辦理 揚媒體育園區的相關土地徵收的事 那這樣今年可能還沒有辦法定案齁 這個部分 因為土地徵收 它有一定的一個期程 所以我們這邊 還是會根據這個程序 來積極趕辦 第二個部分可能會針對 我們補助幾個區公所 辦理那個薄膜天幕的工程的部分 那個也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禮拜 上禮拜五的時候 晚上 我們第一座的一個 中立文化公園的薄膜天幕 已經落成啟用了 然後其他的 我們大概會趕在今年年底 在九月份大概會有兩座 包括大園的三合 然後另外一座會是在爐竹 這兩座大概九月底的時候應該可以完工 其餘的 我們會趕在今年年底之前 跟區公所這邊來積極合作 來辦理這樣子的一個相關工程 第三個部分是針對國民運動中心 桃園跟中立國民運動中心的部分 我們目前的進度都超前 桃園的一個進度大概是目前是24% 中立的部分大概是15% 都比域念進度還要超前 然後另外呢 我們平鎮國民運動中心的部分 因為它這三個國民運動中心 都是獲得體育署的補助 我們要拿到它的補助款 兩道程序一定要先完成 第一個就是要完成OT 第二個就是基本設計 30%的基本設計 或者是你用統包的話 就是要它的基本設計的一個 相關要送到工程會審議 桃園的天幕 那個籃球場 到現在都沒有執行 你現在執行 有有有 現在都還在 我們雜照已經快下來了 因為它的供期 大概是三個月到四個月 這部分是不是容許 體育局這邊 跟區公所這邊加持進行 加油你請坐 好 謝謝 那我們青年事務局 大家對你期待很深 我們大部分都是預算執行 未完善 那你是不是也簡單講一下 你今年要怎麼做 要怎麼去改善 好你不要耽誤我時間 你趕快講 謝謝一座指導 那這一次 去年度 因為本局在去年4月1號創立 所以在人員的補食上 會比較落後 那另外呢 因為在中央計畫型補助館部分 那本局在去年度是零 主要是中央的對口單位是 教育部的青年發展署 那我們這個在今年呢 其實是朝向所有的部會 只要關於青年的業務 我們都來爭取預算 那也希望在今年度 人員陸續補充 那也希望把這個 預算的執行率能夠達成 做以上的回覆 謝謝一座 不是預算的執行率 我想都要花錢要花到刀口上 那我也建議是不是 我們對於 我們桃園的優秀的 那個留學生 尤其清寒的也好 那個是不是能補助他們 國外的留學 補助經費 這個方面 你是不是有這個 有沒有這個計畫 謝謝一座指導 這個在上一次的這個 會議當中 有這個議員來聯署 那我們現在也朝你跟這個 台北市 還有我們中央的教育部 依照他們的方案 來做相對比較 來提出適合我們 桃園市的一個補助我們 協助我們 鼓勵我們青年朋友 能夠到國外這個 博士或碩士的留學 那你講這麼多 你到底有沒有做 明年預算有編嗎 明年預算現在有編進去 有編進去 編多少 初期現在是編五百萬 好 那謝謝你 好 謝謝林正希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 謝長官議員 發言 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主席 我們審計處 我們林處長 還有我們各單位主管 我們市府的各單位主管 以及我們議會各位同仁 還有新聞界的各位好朋友 大家早安 那我想有關於那個104年度 桃園市政府的這個總決算 我們把它看了一下 我在這邊必須要這樣很誠懇的 然後我覺得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來幫市政府 做這個把脈算命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 如果我們市政府 財政局長 我們市政府 如果不再嚴格的 針對這個財政紀律 跟這個財政計畫 做一個這個嚴格的這個控管的話 我就很擔心 我們桃園市政府 在未來幾年之內 就可能會面臨財政的這個危機 和財政的這個風暴 我為什麼要這樣講呢 我們再三的講 其實審計室裡面 也做了這個善意的這個提醒 我們市政府現在公共 就是公共債務未償這個餘額呢 那個現在已經審定了有216億 那我們像特種基金 或者是機關保留款專戶 借掉已經借掉了144億 6568萬 那除了這個以外呢 事實上還有這個 退休的這個公校人員 優惠存款的這個差額利息 那總共呢 也高達1270億 那換句話講 其實這些對我們桃園市政府來講 不管是檯面上的這個 所謂的這個債務的統計 或者是潛藏性的這個債務 我覺得我們桃園市政府 都必須要去正視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我們在議會裡面不斷不斷的提到 未來的這個三五年之內啊 是我們桃園市政府的這個建設年 那如果我們預算沒有做一個很好的一個管理的話呢 你後面啊你很多重大的這個建設啊 我覺得都會是空談啊 舉個例子來說 像我們的這個鐵路地下化 像我們的這個捷運的綠線 像我們的捷運的這個藍線 那包括我們的這個市立圖書館 我們在市立的這個 市立的這個美術館 那包括剛才我們特別提到的這個體育園區的這個部分 那甚至是各鄉鎮要興建的這個國民運動中心等等 都需要花很多的錢 那還包括了我們這個所謂的這個社會 社會住宅的這個興建等等 對不對 那如果其實這樣保守估計啊 都要超過一千五百億 那如果以這樣子的預算的這個規模去看的話 我就再三的再提醒啊 我們財政局長啊 你拜託一下 讓我們科局勢啊 你在做這個計畫研你的時候 你要考量到自己啊 這個執行這個執行的這個執行的這個能力 我為什麼這樣講呢 我們每一年度在審查預算的時候 我們各個科局勢使盡了洪荒之力啊 透過了各種不同的這個管道 希望我們能夠通過這個預算 可是你通過預算之後呢 我們各個單位 你執行率以及這個預算的這個實現數 你有去做一個考評嗎 你有去做一個做一個這個檢討嗎 我們從審計審計處裡面啊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啊 一百零四年度 那麼稅初保留數啊 就是前五名最多的這個前五名 我們市政府呢二十三保留了二十億 六千三百二十萬 第二名是我們公務局的十八億八千七百三十三萬 第三名是體育局的九億三千一百零七萬 水務局呢也有六億四千六百七十六萬 環保局呢也有六億兩千四百五十萬 光光單是我們公務局啊 一個科舉是稅初的這個保留 稅初的這個保留預算 就高達整個我們這個前五名的百分六十億 六十一億五千兩百六十六萬的百分之三十點六八 那我我我請教一下那個財政局長跟那個公務局長 雖然也是新來齁 但是呢你剛剛也特別提到對不對 我們公務局的這個預算 事實上執行率是偏低的啊 那只超過了這個我們總預算數的百分之百分之五十六 特別是這個道路基金的這個部分 我就請教那個財政局長跟公務局長 你面對這樣的一個亂象的話 我們應該要怎麼解決 我們要怎麼解決 我們要怎麼解決 那先先請財政局長 公務局長請坐 憲員好 我們看到他的保留數 稅初的保留 那為什麼會保留呢 就是因為他在年度結束的時候 還沒有辦法把這個這個預算 實際上的支付出去 這個現金要支付出去 是沒有出去而已 我跟你講 局長我請問你 什麼什麼叫做預算數 那你年度預算數 年度預算數的這個保留數 過高這是一個正常現象嗎 對不對 我們的施政計畫 跟你的這個施政預算 不是應該要 你就算不能夠百分之百的這個符合 可是至少落差也不應該這麼大啊 是不是 你像體育局的這個 像體育局的這個部分 他的預算的這個執行率 只有百分之二十六點多耶 這像話嗎 是不是 報告一座容許我做一個說明 我想一座提出來的這個問題 非常的重要 那我們有分析過 就是體育局跟這個公務局 還有水務局 他保留的主要原因 都是跟土地徵收有關的 體育局是陽梅體育園區 公務局是龍岡木山段 我跟妳講 那個土地處長 你不用找任何的這個借口啦 對不對 我請問你你在做預算這個計畫的時候 你是不是應該所有的這個 所有的這個因素 包括土地的取得 包括人力 執行的這個配置等等 都應該把它考慮在裡面嗎 是不是 如果你把這些因素秉除掉的話 那你這個預算到底是編什麼意思呢 我再舉幾個例子來看 我們這個預算你的基金的這個概況 分為營業基金 作業基金和特別收入基金的這個部分 那其中呢 你看一看 我看到這些數據 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你第一個 我們的捷運率線 G01在延伸到中壢 我們的預算數呢 是一千兩百萬 可是我們只執行的多好呢 440萬我們的執行率呢 只有百分之三十六點六七 那捷運三一線延伸到八個段的這個可行性評估 325萬我們的執行率呢 是零 那第二個呢 我們桃園市住宅基金 我們一共編了五億三千兩百一十四萬 我們的決算數呢 只有七十二萬多 我們的執行率是百分之零點一四啊 那第三個 桃園航空城連外接軌的這個計畫呢 執行率呢 只有百分之二點五啊 只執行了八萬一千七百七十六 那再來呢 就是有關於台鐵都會區捷運化 桃園段地下化 一千五百萬的這個規劃 可行性評估的這個部分呢 那也只有執行了百分之六點三而已啊 那我在這邊要再三強調公務局長哈 我們的這個桃園市的這個道路基金的這個部分 我們呢 其中呢 道路挖這個挖修管理及養護計畫 我們一共編了八億四千五百九十二萬 但是呢 我們的決算數只有四億七千七百四十九萬 我們的執行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六點四五 那麼另外呢 在道路基金建築及設備這個費用裡面呢 我們一共編了多少錢呢 編了二十二億一千兩百三十三萬 我們的決算數只有多少 十一億九千三百零九萬 我們的執行率只有百分之五十三點九三啊 那那個那個局長哈 雖然你你剛來 我相信你來了之後呢 你也發現了很多的這個問題 我們路平啊 路平專愛 我想是我們桃園市政啊 裡面最重要的一環 為什麼呢 路面坑洞多或者是積水 那甚至是水過不通等等啊 這些一向是民眾對於施政不滿意度 項目最高的這個項目的這個顯現啊 那所以我們你們爭取了我們議會對你們的這個支持 可是我們給了你們預算也 你們的結果是怎麼樣呢 我們路面更新的這個部分啊 我們去年我們給了你們預算 我們說你做預算之前啊 一定要有這個所謂計畫的這個內容 到現在為止這三十億的這個預算全部加起來 你們要修哪哪一條馬路 開闢哪一條馬路 要修哪一個這個水溝到現在 沒有給我們任何的這個資料 所以你們現在這個預算執行啊 是怎麼樣呢 想到哪裡 做到哪裡 民眾反應了之後呢 你們才被動的去做一些問題的這個解決 那甚至呢 民眾跟我們反應了以後呢 問題有沒有解決呢 沒有解決 我們為了消化預算 我們的這個道路啊 挖了又挖 挖了又挖 對不對 你看啊 真是我們桃桃園市啊 真是啊 第五三 那個 第五三里坪啊 你了解我講的意思嗎 我們今天講啊 我們可以預算這個 你不要再掌握次序的主義 你不要再告訴我們 人力堅持重機之後 是不是 要來想把你們的運算 你都不知道會先做什麼嗎 死席 好 謝謝 謝謝 接下來我們請那個 數學理一員 時間十分鐘 謝謝主席 這個審計處的 處長 對不起我可以請教您嗎 林處長 我請教您 这个我们的预算里头 为什么会有一个所谓的基金 基金它的目的是什么 为什么基金不直接纳入公库 就在市府的预算当中 为什么要特别的成立平均地权基金 什么空污基金 基金的目的是什么 一般基金来讲 它有分营业基金 作业跟非营业基金这两大块 那营业基金的话 照到也是说 就是一般我们的开公司一样 营业基金就是要赚钱的 那你作业基金 这个非营业基金的话 就是因为你推行正式的需要 可能要编冶一些预算去执行 就好像是教育发展基金 就是用在学校方面的 可是它是一个 不是说你的税出跟税入要去做平衡 因为你是必须要去做一些相关的设施的部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 基金它有基金专门的功用跟用途 是吗 所以它才要特别成立基金 对不对 然后它也必须把这个基金的钱 用在这个部分 对不对 好 那我另外再请教您 什么是第二预备金 第二预备金是 就是当你当年度编的这些预算不够执行的时候 它可以去报县那个市府同意去动制第二预备金 就是来弥补你当年度预算的不足 任何一种都可以吗 比如说我现在如果我想要办一个活动 一个让大家都能来参与的一个这个很快乐的这个一天的这种活动 或者我想要办一个演唱会 然后让所有年轻人或者是老人都可以来参加 这种也可以用这个所谓的第二预备金来动用来支用吗 第二预备金来讲一般大部分都是在做在这个 等于是工程跟采购部分 工程或者采购部分 所以针对这种一次性的这种消费性质的这种支出 一般不会动用第二预备金是吗 所以我们原来规划这个所谓的第二预备金的目的就是在这 为了要因应已经执行 但是预算不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建设 所以我们用第二预备金来挹注是这样的吗 一般是这样 好谢谢 另外处长我再请教您 我们前任在网路上常常看到有一个 民国六几年的时候那个录影带 蒋经国先生的那个录影带 他说他举那个故事他祖母啊 就是给了他两个碗还有两块钱 叫他一碗买油一碗买这个醋啊 结果他出去以后跌了一跤 结果那个钱也跑掉了 然后后来啊他就拿着这个碗啊 两个碗跑回去找他祖母 问他祖母说 他刚摔了一跤了 就要忘了哪一块钱买油啊 哪一块钱买醋啊 他祖母说 笨蛋啊 你就一块钱买醋一块钱买油就好了 你管他哪一块钱啊 当时 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录影带 有听过这个故事 结果金国先生 这个事实哦 因为现在你Google都可以看到 是他讲的话哦 他就说 我告诉你们这些企业主 跟你们这些官员 买油的钱就是买油的钱 买醋的钱就是买醋的钱 你不要跟我混为一谈 对不对 我想请教一下 站在公部门经费预算的动支 他的精神 是不是就像金国先生讲的这样 因为你编列预算经过议会同以后 你就是要 你除非说有流用的规定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来讲 这是不可以去相互挪用的 不可以相互挪用 是 所以你知道 那这样 对不起厨长 我很不礼貌 你够专业吗 审计是我们的工作 我不能够讲说我够不够专业 这是我的工作 那我可不可以请教你的审计的这个部分 你是按照你的喜好吗 还是我们中央有一定的那个标准 我们审计的标准 就是说我们是有一致性的标准 独立严正专业创业是我们的核心价值 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直在做审计的工作 我们不会说因为任何人谁当市长 还是说任何党派我们有不同的做法 我们的做法是一致的 其实我们是 应该说我们这是一个 独立于行政跟立法机关的嘛 你们应该算是监察机关嘛 监察体系嘛 所以是独立的 我们是五权分立国家嘛 对不对 所以监察权也是另外一个独立的一权嘛 不是因为我有点好奇啦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报纸上连着两篇啊 这个你提出 你审计部提出的 审计处提出的这些 我们在104年决算的一些问题啊 可是我们市政府 驳斥你啊 你知道就让我对你的专业产生怀疑你知道吗 我就在想到底你够不够专业啊 如果你够专业啊 那这个市政府啊 这个这个又驳斥你啊 那到底是 总有一个是对的你知道吗 到底是谁对的 是你 是你这本的预 这本的决算书是对的呢 还是市政府讲的 他自己说 驳斥你们 说你们弄错了 到底是谁对 你可不可以告诉我 我再跟 一座补充一下说明 现在总决算里面所编的这些审查意见 我们每一个意见都是经过我们去通论去查核以后 我们发出了审核通知 然后经过相关的局处的申户 申户以后 他我们把他的申户意见也放进来 如果说当初我们在查核过程中 各个局处认为我们的意见 还是我们的数字有错误 那他应该是在申户的过程中 他就会去 就应该要讲清楚就对了是不是 是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你有给他辩驳的机会就对了啦 然后他经过的辩驳之后 结果你们认为 还是有这样的问题吗 是不是这样子 对就是说相关的意见的沟通过程 我想都大家经过一个充分的沟通 所以说我们才会把这些意见放到 我们的总决算审的报告 好 那对不起我先请教 我们各局处请问一下 刚刚这个审计处处长讲的不对的请举手 就是他给你们反驳 给你们申诉的机会 那结果呢 你们没申诉 或者是你们申诉的 你觉得他没改正 然后这里头的数字有错误的请举手 包吻一座我想我补充说明一下 就是说各局处回应 省计处的意见的深复有一些是透过局处直接跟省计处来回复 有一部分透过主计处来汇诊 那我想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我们主要还是说这个沟通的管道 我们还可以再改善就是说也许局处再回应省计处的故事 不是 我跟你讲 那个主计处长你这样讲就不对了 沟通什么沟通 这种东西是白纸黑字的啊 你知道吗 所有的支出凭证这是白纸黑字的啊 这叫什么沟通 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数字对就是对数字错就是错啊 还要沟通什么 沟通说处长不好都不能写进去喔 这叫沟通吗 我想我们省计这种东西啊 我刚刚讲白纸黑字清清楚楚 他们也要为他们负责 今天省计处的长官都有在这吧 不是只有处长一位吧 好像这边都是是不是 对啊 省计处他们也是国家高考及格的啊 对不对 经过国家考试禁用的 所以呢 省计处做出来的这一份啊 是要负责的 这是政府公文书 第一个有错误 你要负责的对不对 你要吃官司的啊 是不是 对不对 公务人员登载不实啊 或者赌职啊 你没有做好你也是赌职啊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东西没有什么所谓的沟通不沟通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数字对就是对 数字错就是错 对不对 这里面刚刚讲的 如果今天 省计处给你身负机会 你身负了 你没身负的请举手 你身负了 你觉得你身负的内容 他没修正的请举手 都没有啊 应该是讲说 那主机处长是会诊的 那我请问你 你会诊的 你觉得他有不对的地方在哪里 没有就是说有一些局处 他身负以后 这个意见表达 我们现在有点confused 你知道吗 我们confused 我们已经很混淆了 为什么 我们在审决算 拿到这本决算报告 结果呢 又看到报纸上 市长跟市政府高分辈的 在驳斥 审计处的这个决算报告 我就在想 那我们今天到底审这本是真的还审假的啊 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啊 处长 这到底真的还假的 我们为我们的数据会做一个负责任的表达 对吧 所以嘛 那主机 刚刚说有一些 有一些促势的是回到你这里 回到你这里 那你有没有如实的 跟这个这个审计处这边沟通过 你刚刚讲的沟通 沟通过 然后这个数字有没有错误 基本上这个只是说 我们对于我们这一年的努力 应该去多表达 但是也许有一部分 是成年的问题 那那个部分 我跟你讲啊 那个处长 我想啊 我们再来不同的观点 再看这件事情 市政府行政单位 他一定是看到 我想要做什么事 我就做什么事 所以呢 我用预算来呈现 我想要的那个东西 但是审计处呢 他站在的是用预算法里头 来规范 整个政府预算的支用 为什么 因为这是 那个是老百姓的纳税人的钱 所以呢 他有预算法来严格的限制 你该怎么用 否则的话 不是变成帝制吗 我们现在是民主国家 民主国家 就是一切要 依法行政 不管你是什么法 预算法 公共在乎法 任何一种 好 谢谢苏倩林议员 接下来 改变学家一言要发言 黄河如一言 黄河如一言 时间十分钟 真好没举手也会叫我发言 我想整体评论 我们这届的这个 我们这届的省记事的这个长官 是有比较认深 比较努力 所以这个报告也做得蛮大本的 那其中有这么一项 就是甲三十五页 对于我们这个大众捷运股份有限公司 持续亏损 那希望能够赶快 能够那个严谋改善 就是在105年及106年这两年之内 如果没有进行通车的话 这个捷运公司即将倒闭 那我们捷运公司今天有派人来吗 我现在目前兼待董事长 您兼待董事长 那刚好你一个位置可以两个用 那针对这个 针对我们这上面所写的 这在两年之内如果没有 就是到106年底 这个人事费用清洗资本 公司将面临破产的困境 会不会达到这种效果 这种预期的效果 这种状况我们当然会 积进一切力量去避免掉 你这等于是讲废话 你进一切力量 你是用嘴巴进一切力量吗 你有实质的作为吗 当然是有的 那你就讲啊 是 有需要我这样一句一句问吗 你如果今天站在这个位置上 你有信心的话 我告诉你啊 你是这个 你是妙语如珠的讲完 而不是我问一个字 你答一个字 我要尊重议员 那现在是不是容许我说明 好给你两分钟 益佐 目前最主要的状况 还是在于通车 如果没有尽快的达到标准 能够通车营运的话 那当然目前就没有营收 那没有营收的话 加上我们人事费用 我们现在进入人员 已经将近一千人 这样一个人事的费用 对 这些我都知道 那你要怎么样预防 怎么样避免 这个在106年 105年没有通车 然后就会亏损的 这种窘境 陶杰公司目前能够做的 就是配合高铁局 在做各项的测试 跟稳定性的测试 所以现在我想一座也知道 每天我们都在跑车 抓出问题赶快做解决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我们人员已经 全部进驻了 从A1到A21站 所有的站跟厂 我们的人员都进去 已经开始在熟悉环境 以及操作演练 那这部分呢 都是在做未来营运的 一个准备工作 那预期什么时候可以通车 目前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把 稳定性测试可用度 能够达到99的话 那么就可以进入 这个市营运的一个阶段 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要有一个旅刊 这旅刊的一个程序 两三个月跑不掉 那整个过程来看 我们目前没有办法预测说 哪一个时间点是可以正式通车 但我们会在这些 最重要现在目前还是要把 安全区目前是已经 比较没有问题了 那最主要是在稳定性方面 董事长我想在昨天 昨天吧 昨天还是前天 前天 对你们开了一个很大的记者柜 然后也对这个捷运的 目前的状况 做了一个很大的说明 当然换了党执政 一切都是新的 一切都这个效率通通都跑出来了 那但是您今天站在这里所言 你还是不能够做一个这个 很明确的何时能够 何时能够 能够营运 难道那天 难道前天的记者会都是假的吗 报告一座 前天的记者会最主要是因为 交通部他所聘请的 监理调查委员会 他们在27号做完总结报告 那总结报告之后的一个记者会 那记者会当中所呈现的呢 就是说在过去几个月 特别是过去两个月当中 那么监理调查委员会 所发现的问题 以及针对那些问题 他们所提出来的建议 那这两个多月以来 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就是在六月份以前 董事长 我们看的整个记者会是信心在望 但是就是没有 在望但是没有一个结论 对不对 那没有一个结论的话 那目前我们审计市做出来的结论 就是说即将要破产 即将破产的话 我看你董事长也没得做了 所以我是希望 我们还有工作计划 我也工作报告 我也希望你能够弄清楚 不要画一个大笔 让大家觉得好爽 可是真的本期从头到尾看不出 看不出捷运什么时候能够营运的这个时间点 我希望你也能够去了解一下 可以吗 是一座谢谢 那是不是可以再让我补充说明一下 再让你补充说明 我知道你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我只是要时间点 然后我的时间也很有限了 您请坐下 我不希望这个捷运是在您这个董事长手里 瓦解掉 谢谢 好谢谢 那另外我想在这里面有两项 一个就是我们的计程车 不是计程车 那个我们的那个自行车步道 自行车步道 在我们审计市的报告里面 就是我们的自行车的步道 破损的破损 占用的占用 这个对于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的U-bike 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阻力 这是交通局要答复 是吗 还是公务局 自行车道的管仰跟路面的维护 是由路权单位来处理 包括区公口跟公务局 那交通局的部分是真的 自行车道路线的规划做处理 谢谢 那对吗还是您吗 谢谢黄议员 那有关于这个自行车道 市区自行车道的这个维护管理 我们会来加强巡检 那之前可能有做 好我希望你把 你尽快在你们工作报告之前 把这个巡检发现到的问题 能够给本席一个资料 可以吗 可以 你们现在一边在推U-bike U-bike 但是U-bike没有地方可以走啊 对不对 跟那个汽车针道跟机车针道 对不对 我们当初做的这些自行车步道通通没了 是不是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想这个您请坐下水务局 我们后站的淹水啊 真的相当的严重啊 这个在省计市的报告里面也有抽出来 但是你们口口声声的做自宏池 但是自宏池的地 并目前是争议很大 而且地也不是我们的地 你有没有其他有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改善我们的这个后站 我想大淹水的话哦 可能是要大的这个方向去处理 像一些小淹水民众顾虑的小淹水 五分钟就淹起来的这个问题 对不对 我也希望啊 你能够责成这个区工作 能够广坚明义啊 是我们在这个淹水改善 我们除了就是说在下游要设自宏池 我们在上游的话 我们也做一个导流的一个方式 那主要就是说从巴德上面来的这个水 我们都在上游我们都设一些这个源头的一个这个排水道 让它能够导入到大汗溪 这是一个方式 那另外就是说刚刚提到这个 您先请坐下来 我想君子所见略同啊 那个我们成绩是 对于这个消防局后续用这个增防车哦 不是用救灾车哦 你有没有去继续的追踪 是不是还在做私用 目前这个消防车的部分 根据消防局的答复 他都全部已经把改为是救灾车辆 他已经没有去做私用 连当初局长的那一部也都改回来了 连局长的那一部 哎呦那局长可怜了 局长那你要怎么 你的公务车呢 这还用我的这个 还堪用啦 好嘛你看嘛 我当初就指证你们 你们还给我讲了一大堆理由 现在我们的那个审计师也把这个理由 也当也能够也把他抓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不要在外面乱讲坏话 自己做 好谢谢黄文如议员 接下来 杨常伟 杨议员 请发言员十分钟 好谢谢 谢谢主席 呃 处长 林处长 不好意思 请问你 那我想刚刚我们很多议员都特别针对 104年度的决算的部分 跟你来做说明 那实际上 虽然说那么一大本 但是你在上礼拜五的报告里面 实际上就挑出了很多的问题 那当然刚刚也提到过 这个东西都是白纸黑字的嘛 那我们市政府相关单位 将我们104年度相关的一些 我们包括我们预算也好啊 使用的状况来爆出来 让你们来做审核嘛 那结果你们用你们的专业 你刚刚有讲嘛你们的专业 我今天后面很多的你们 你们处里面的科长都有来 那我想当市长讲说 对这样子的你们的说法 非常不满意的时候 我不知道说包括你啊 还有很多的我们你们 很多专业的所谓的审计人员 你们服不服气啊 跟预作报告 其实审计是我们的专业啦 那当然县市首长有时候 对我们的报告 有时候是有一些维持 这个我相信是我们也可以体谅 可是事实就是事实 事实就是事实嘛 那我想这部分啊实际上 这三天啊省这个绝算的部分啊 实际上意义也不大了啦 反正钱都已经花完了嘛 那实际上我们希望能够痛定失痛 你先请坐一下 副市长包括我们主席处长 我们104年度我们的预算917亿 105年啊就是今年度正在使用当中是950亿 明年度啊预计大概啊要超过1000亿 那我想请问一下我们预算逐年在增加的同时啊 我们执行率啊那么的差 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桃园市政府 我们所有的相关局处 有没有自我检讨自我反省一下 未来如何针对于这样子的预算如何来执行 你们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我想谢谢议员的关心啊 对于预算编定完以后 我们谢谢议会跟我们审查定案 定案完了以后我们就依照预算来去执行 我们也考虑到说 假如执行率不够好的部分 我们目前的做法是 每个月都会做检讨 我们在市政会里面做检讨 我们要求相关前者单位来努力的执行 对于重大工程的部分 我们另外也有个机制 就有重大工程的督导汇报来去推动 希望让预算能够如期来做执行 我想非常简单的 刚我长处长也有说明过 他都要求各局处 针对于他们提的意见 请你们做说明做回答 那你们也回答了嘛 那回答的结果 他们写出这样子的说明跟报告 照理说我们市政府包括市长 以及我们市府团队应该虚心检讨啊 而不是在那边放话啊 而不是在那边放话说 驳斥啊 驳斥啊 你这样子让这些专业的审计单位 专业的这些公务人员情何以堪啊 他们是没有颜色的耶 他们是用他们的专业耶 结果你们这些局数根本就 对于我们所有预算 根本就是不负责任 拿着钱乱弄 到最后再来怪说人家写的不好 人家写的不够漂亮 都是之前啊 国民党吴志阳做的不好 坏的都是吴志阳 好的都是郑文燦 你觉得呢 我想跟议员报告 基本上审计有审计的职权 我们尊重审计的职权 去做审查 这些我们都尊重 但对于各单位 他假如认为说 他经过审计以后 他所提的意见 有不同的部分 也应当有让地方政府 有机会把他说明清楚 我想应当是这样 我想刚刚就说明特别清楚了嘛 就是我们审计就真的你们有意见 要求各局处 请你们再做说明嘛 你们也做说明了 结果才出这边报告嘛 处长是不是 没有错嘛 这个是白纸黑字在这边的嘛 所以说你们各局处的缺失 其实没有关系 我们还有三天 可以慢慢的一个基础一个基础来看 我们只是要说明的是说 市府有市府的立场没有错 但是我觉得要尊重一下 我们审计单位 我想他们也非常的辛苦 很监督很认真的 来看我们的执行率 你不要给这些人 包括我刚刚特别讲过 处长也好 我们五个科的科长都在这边 他非常的辛苦 你们不要这样子 对于这样公务人员污蔑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当然我想你们都请坐了 我想额预算省到这样子 从104105 当然未来还有106 当然我们议员也要检讨了 我们议员也要检讨了 刚特别提到 每次省预算的时候 你们各局处啊 求爷爷告奶奶的 来拜托所有的议员啊 哇 不要删我们的预算 拜托我们预算 这个都不够了 很辛苦 我们怎么样做 哇 这个钱都不够了 拜托议员不要删我们的预算 好 不删预算 大家做面子给你们嘛 做人情给你们嘛 结果你们做出来的东西 对得起我们桃园市民吗 我想我们在这边指责你们同时 当然我们议员也要自我检讨啦 也要自我检讨啦 好那我想 我的时间用到这边 我想请教一下处长啊 对不起 因为你们是专业啊 不是那么的了解 因为有时候预算书看半天啊 决算书也看半天啊 我刚请教您的就是说 基金有基金的用途 第二预备金有第二预备金的功用 跟他设计的原理啊 四亿六千万 对不对 我看到您的报告书上是这样写 那如果按照这样讲的话啊 我们今年的税出 税入啊 决算数是838亿 然后税出数 我讲整数啦 决算数是849亿 所以呢 它的这个 税入税出的这个决算短处数啊 是11亿 11亿六千万 那再加上债务还本 166亿 所以事实上我们今年的 这个等于短处数加起来应该是177亿 那177亿 所以我们又借了一个新的款项 借了一个120亿 然后还有一个56亿左右 57亿的这个短处数 是在那个地方被平衡的 对不对 被这个挪用资金在做平衡的 那如果按照这样看啊 我又从你的报告里头看到就是说 我们的借入款从基金专户以后 借了144亿 所以事实上呢 我们的这个 这个费用啊 我们的短处数啊 远远不止不止这些吧 对不对 我再从你的资料里头看到 就是在我们现在呢 总共 我们总共的这个潜藏的债务啊 我们的累积的那个 我们累积的资产 桃园市政府累积资产到104年12月为止呢 我们是237亿 然后但是我们的负债是483亿 对不对 483亿里头呢 我们有其中这个483亿里头有跟这个基金介入144亿 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算我们的短处数哦 应该还要再加上一个144亿才对嘛 对不对 483再加上一个144亿 好 然后另外你又提到我们还有个潜藏债务 这个潜藏债务就是因应公教这个退休辅恤基金 总共有1270亿 那如果按照25年去平均 我们一年最少还要再编列50亿来因应 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重大工程要推动 我们的绿色捷运 那么按照期程呢 事实上104年应该编5亿 105年应该编49亿 可是我们今年呢也没编组额 好像只编了对吧 7亿 那个我们江东局长 我们105年我们的绿节编了几亿 5亿 5亿 所以按照原来的规划应该是49亿 结果我们只编了5亿 所以我们还有44亿哦 要挪到106年107年去编列 那如果按照这样看的话 我们光阁绿色捷运 每一年最少还要支付70亿 然后再加上台铁 即便是高价化 不要讲地下 高价化的话呢 我们每一年最少 还要再20亿 哦 所以这样加起来哦 然后还有 我从你的报告也看到 污水 污水下水道 跟垃圾焚化厂 还有灰渣掩埋厂 灰渣处理厂 这个都属于BOO BOT的这样的案子 那我们后续 我们总共需要178亿 只是我们已经 我们才编57亿 所以我们不足还有120亿 那所以如果按照这样看 我们每一年扣除掉正常编列的税入税出 我们每一年光为了要应应这些公共建设 资本支出 我们最少资本支出哦 我们最少应该要有一个 滤捷每年50亿 台铁高价最少要20亿 如果地下的话可能更高 然后再加上污水 那些BOTB BOO的那些案子的这些费用 那一年可能还要有100亿 低优势就在我们之前 你再加上污水 做过多少 rà 你再加上污水 放最多的 我再加上污水 我想说要在第二轮的時候 再来 再来请教那个处长好吗 好 接下来 那个 接下来 去区万议员 按一按十分钟 谢谢主席 我们 我們各單位所長 我們各位議員 我們所有的服務聯絡人媒體記者大家好 現在有請教了 就是在我們這個104年的這個結算當中 所以所看到所呈現的 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個整體的我們的收支 現在是真的所看到的是經濟注資的部分 真的比重真的占的是非常的大 而且現在你所看到的所呈現出來的 就是我們經產品的比重高達8成 高達8成已經自我們的公共建設之資本知識受限 排擠到我們公共建設及其他重要的這個施政計畫 那這也是相對影響到我們的這個整個經濟的成長 這是相當嚴重的 所以說到現在呢 我們被這個行政案主席處公佈調查 在我們現在 台湾的桃園是屬於失業率六都最高的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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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縣市 這六都來講我們現在是已經失業率是最高 那在這樣的最高當中我看到 在我們台灣失業率呢 是這個百分之3.9% 這是我們最高 那在台灣地區平均是3.78 3.78 那在這樣的一個經濟支出 從 再包括 從你看來潛長性的 我們的一般的從經常性的收入呢 所以 足以來這個整個支付我們經常的支出 但是呢一般的經常性支出呢 高達649億 三千三百六十六萬 那在這樣的 還有我們現在呢 已經在整個竹聯在增加這個機勢 那在這樣下去的話 那桃園將來會不會造成 又是個負債的一個縣市 更多 包括是不是將來 所有的公務人員的薪資 還有我們地方的建設 是不是都已經都相對嚴重的排擠到了 那該如何 來做一個檢討 來做一個改正 謝謝義作對這個問題的關心 那我首先來說明就是 最初結構裡面經常們佔八成這個事情是 全國各縣市通案的問題 那以桃園市 我們資本門預算編列的比例 是六都裡面最高 我們有編到百分之二十三 這是第一個來說明 那第二個有關失業率的部分 因為桃園也是六都裡面 最年輕的一個城市 所以我想在那短暫性的那個失業 那個是一個過渡期的現象 那我們勞動參與率 在六都裡面也是高的 那我們失業率也已經改善 有降低了百分之零點一 這個部分就做這些說明 那我想我們會繼續來努力 那剛才處長你說 台灣是最年輕的城市 這是沒有錯 人口現在也是積極的往這邊 成長是最多的一個縣市 但是在這個成長越多 如果失業率最高也越多 那不是好現象 那不是好現象 我們要讓移基的一個城市 移基城市所有的各縣市 希望說桃園是最適合一個 居住的地方 包括因為他們的 不管是我們的社會福利也好 還有我們的整個社會環境 工作還有我們的工作就業市場也好 那有這樣一個條件 讓我們全國各地 都能到桃園來穩定來居住 也不能說因為是 桃園是年輕的這個都市 那更多的一個人過來 結果呢 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 事業率 這這樣是不對的啊 那這我們要如何來整個來 是要穩定來成長 我們的整個經濟成長 我們的地方的建設 剛才談到呢 你這個都是你們自己寫的喔 這已經已經嚴重的影響到 我們的整個這個建設囉 對不對 那當然要建設了 那你相對的 往後的 還有我們很多 我們這個 結業要再聯繫 積極要開拓 那這相對的費用 將來都非常的高 是謝謝易作 講到建設這個部分 我們也特別來說明 就是說 我想重大的建設 這個有時候 它未來的效益是很高的 那這個一定要來進行 那這個我們目前也努力 以捷運立線來看 它雖然總工程經費 將近一千億 但是屬於桃園市政府 必須來負擔的是一百七十二億 那我們也已經按其成來編列 所以它其實有很多是透過聯合開發 它而有自長性質 我想我們所有重大的建設 都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我們當然是希望說 桃園的建設越多 大家都期待 也是希望呢 我們桃園的建設 大家看得見 沒有人去反對 整體的一個建設 不管你 這個整個將來的結印 綠色結印 即將要開拓 還有很多的公共建設 都大型的建設 都已經要已經一一的 在做計畫規劃當中 大家都期望桃園的未來是更好 發展是最重要 人口 越來越多 就是代表的是 桃園是一個非常穩定的一個城市 但是不能把這個債務一直在延期 一直在增加下去 你要如何做好管控 當中一定會支持更龐大的費用 那更龐大的費用呢 要你的主計單位 你要如何整個來管控 你總不能 當然希望說桃園的一直在建設 當然如你這樣講的 建設多 這個支持多 支持多 你這個整個 這個負債更多 到最後 有沒有能力去廠還 不要再留守身 建設一定要 但是一樣 我們要把這個財務要做穩定下來 是 謝謝義作 我想 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 整個 重大的 建設 都是 到中央爭取補助 也 經過非常妥善的財務 的評估 我想我們一定會來努力 那你努力 不要在 每年的努力 把這個財務 負債 包括整個這個越來越增加 經常民的支出 包括支付們的支出 你要管控好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 非常謝謝我們那個 許秋華議員 接下來那個 請葉明葉議員 時間十分鐘 好 謝謝 那我想等會我五分鐘 給那個蘇翠玲議員 我想 那個我們的主計跟財政 我想 這個 升格以來 當然我們今天非常多的議員 都已經 這個最關心的就是我們整個 桃園市的這個一個財政 財政的這個問題 那當然 談到金長門跟資本門 那個金長門的部分 這個百分之六十七十都是正常的嘛 對不對 那我想 那我想不管是資本門還是金長門 我想這個部分呢 過去啊 過去在桃園縣的時候 我們歷屆的縣長 都是盡量就是把舉債降低 一直就是說 一方面呢 地方建設在推動 一方面呢 還要想辦法 來這個還這個債務 可是我們新市府 進來之後呢 新的政府 改為桃園市之後呢 卻發現 表面看來 當然這是你們的專長啦 這個 一般老百姓是 也搞不太清楚了 表面上看來好像負債有減少 但實際上 從這個基金的部分 挪來挪去的 這個儀化接木的 這個烏鬼搬運搬來搬去的 好像 好像又 又把負債減了一點 但實際上並不然 這個 你們才是很清楚 但是我們 唯一想要 關心的 想要知道的是說 未來 除了我們升格 我們的社會福利 要提升之外 未來我們的地方建設 重大公共工程的建設經費 到底 要如何來平衡 到底 要 要如何來區分 是不是 那未來我們的舉債 會不會 會不會增加到 就像前面所有的議員所擔心 到底能夠撐幾年 可能幾年之後 我們這個已經破產了 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報告 我靠基金來做調度 這個調度有什麼好處呢 因為基金 它的錢 如果閒在基金的話 事實上 它就是一個 用這個低利率的存款在那裡 那如果集中到我們支付過來的話 那事實上 我就不需要去借錢 然後來支付各項的支出 如果我其實就是說 用低的利率 然後來 來 減輕我這個高債務的負擔 這只是債務的負擔而已 這調度而已 所以跟決算是沒有關係的 並不會說因為我跟基金專門來調度的結果 事實上我的這個處數 所以我必須要加上這個我所調度的金額 這是 局長那我請問你 你調度過來是不是也用掉了對不對 那用掉了之後要用什麼補回去 要不要補回去 基金要不要補回去 不用補回去嗎 要用的時候我們隨時都會有 對是要補 要補回去 可是你用掉了 這個部分我想你用掉了之後對不對 你用掉拿什麼補 是不是這樣子 我想錢 經費用掉就用掉了對不對 那如何你說從這個烏軌搬運 這個移花接木這邊移過來移過去 那你用掉了 你拿什麼去移呢 我想這是我們財政跟主計這邊 我們一定會很審慎的 要特別審慎的 來這個去做一個 這個我們地方建設 做一個這個經費的這個一個分配 我想地方建設我們大家都很期望 公共建設大家希望這個建設 就像前面的議員所講的 建設越多越好 那我們桃園是最年輕的城市對不對 人口也逐漸增加 那其他的縣市很多的年輕人 都希望來桃園發展 不要因為一個期望 來到桃園發展之後才發現說 來到這邊要就業好像並不是這麼的容易 來到這邊前面一年兩年三年社會福利好像非常的好 可是到了後面的時候好像怎麼我們的負債是越來越高了 我想這個部分 我們的財政跟主計這邊 你們要特別特別來為我們桃園市民來做把關 不要到最後 繞得最後 這個剛成立一個都 繞得最後沒有幾年 變成是我們的財政舉債是全國第一 那就是真的是給全國來看笑話了好不好 謝謝謝謝葉議員也謝謝蘇議員給我們的提醒 好我想那我先用來這邊謝謝 陰空市請那個放那個蘇翠蓮儀給的那個半顆風 五一六五分十六秒 我們很斤斤計較 好 好謝謝 那個財政局局長 蘇議員好 謝謝妳的指向 妳剛剛講的太好了妳知道嗎 妳剛剛講妳說妳只是調度一下 我請教妳妳把錢調度一百四十四億去放高利貸嗎 沒有 妳放在那邊利息很低對不對 放在專戶裡頭利息很低嘛 所以妳是把一百四十四億調去放高利貸嗎 沒有 去幫市庫賺利息嗎 不是嘛 妳是把一百四十四億把它調去付要付的錢嘛 那要付的錢是什麼錢 就是妳不夠的錢嘛 所以我這樣講我這樣大膽的說啦 妳們也不會掉錢掉下來嘛 對不對 妳不是跟民間界妳就是跟銀行界嘛 對不對 妳們就選擇跟基金界嘛 因為那基金的錢是政府的錢嘛 但是我剛剛講 按照預算法裡頭 如果按照金國先生當年講的那個話 這個一碼歸一碼 基金就是基金 會成立基金的目的 就是它有特殊用途 所以把基金裡頭的錢拿來 做到別的地方 按照預算法裡頭 它就是不行 我們是為了要節省利息支出的負擔 我們這樣子一年下來 沒有所以囉 OK 所以我接受 你們要節省利息支出 但是我們就要看 這樣的支出是對還是不對 如果我們按照 現在這個決算書裡頭看到的 這個審計處的專業報告裡頭說的 是我們的經常性的支出太高 我們的經常性的支出 已經超過了60% 對不對 我們經常性的這個支出 總共 對不起啊 這個數字太多 我一下看 那個處長可以請教您嗎 我們的經常性的支出是多少 現在經常性的支出 已經佔我們那個歲出的部分 大概八成左右 八成 你看 經常性 這是經常門嘛 對不對 我們說資本門跟經常門 資本門就是像什麼呢 造橋鋪路 這是資本門 對不對 我們做捷運 做台鐵 我們蓋一些公共建設 這是資本門 因為資本門會產生它的附加價值 它可能會帶來更大的效益 但是經常門就是經常支出 花掉了就沒有了 對不對 就像拜拜一樣 那個香燒掉了就沒了 金紙燒掉了就沒了 對不對 氣球放了就沒了 然後這個煙火放了就沒了 所以經常性的支出 現在目前按照我們的這個審計報告裡頭 看到的是高達了八成啊 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一個警訊 那我延續剛剛我講的 我說我們現在還有很多的這個這個這個 這個資本支出 還沒有被編列喔 但是是鄭市長的這個支票喔 那不能跳票的喔 哪些呢 其實撇開它的支票 這是桃園市民非常重要的這個資本支出 非常重要的公共建設 綠色捷運 台鐵不管高架還是地下 對不對 然後還有剛剛講 那當然還包括了這個市長 他在地方上這個承諾的東西 包括美術館啦 書道博物館啦 總圖書館啦 還有各個鄉鎮裡頭 去承諾的這個活動中心啊 這樣這些都是屬於資本支出 今天如果按照預算排擠的這樣的一個效應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的經常支出維持在八成以上 我們拿什麼來做資本支出 我們從哪裡拿錢來 那就再借 那我現在就是要請教我們的這個處長 你比較專業對不對 我剛剛講 我們的這個舉債上限是GDP的GDP的0.65% 這是公共債務法有的規範 好 0.65% 那我想要請教就是說 如果按照這樣子 我剛剛講 我們還有綠節260億 台鐵將近100億 污水下水道還有120億 公教退府基金還有1270億 那還不包括什麼八公立免費 然後三節敬老金 這些社會社會福利支出 還不包括社會福利支出 它都算經常門 我們就看資本門來看的話 我請教一下處長 以你專業 你對數字比較敏感 我數字不好 我請教你認為我們可以撐幾年 桃園市政府的舉債上限 會達到法定上限 這個跟譯作報告好了 關於這預測的部分 這邊我 我不 不夠這樣預測 如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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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還有 接下來我們請李光達議員跟王浩宇議員 共用10分鐘 謝謝主席 各位局所長 各位同事大家早 那個財政局長 謝謝 我想 很多議員對我們財政紀律 對我們將來舉債的一個增加 是對我們怕債留子孫的一個隱憂 我想你應該謹記了 有關於財政紀律的話 我想有沒有違紀的情形 我想如果有違紀的情形的話 我想我們的 這個審計處 應該也不會放過我們 但是也接觸了很多一些缺失 我想 國發會 我們中央 也很重視我們地方的一個建設 在這個重大建設 大家在講重大建設 將來勢必可能要 採取擴張的一個財政政策 可能要再舉債 大家在講說要花了幾百億 甚至於上千億的一個重大投資 那是一個長遠性的一個重大投資 往往我們的議員 或者我們的市民 可能會混淆的 忽略了他的外部 將來產生對我們的效益 對我們的財政上 未來一個貢獻 這樣對不對 對 我想鐵路地下化 勢在必行 昨天參與市長的一個 參加一個協會的一個說明會 現在我們內政部 我們交通部也已經核定 我們地下化 進入第二階段的一個複查 也來叫我們要試算這個 我們地方自酬的比率 大概是一百九十幾億 我想中央負擔的比較多 我們負擔了兩百多億 換了一條可長可久 可以打通前後站 包括中立的一個重大建設 為什麼不做 再來我想這個航空城 這個產業專區也好 亞洲矽谷計畫也好 還有一個ICT創新產業的一個平台 這在在需要 花很多的預算 來去執行 我想曾市長現在在做的 大部分都是指標性的建設 包括我們的立縣捷運 也要PCM已經發包 也明天即將動工 攸關我們桃園還有龜山地區 連貫的一個發展 將來就是大概十一公里的 中線 中線捷運也勢在必行 或許可能會採取 這個輕軌式的一個方式 大概也是一千億 我想這一條也一定要做 這個但是以後 對我們市民交通上 上班上 還有經濟上所產生的一個效益 是沒有辦法去框計的 這是我想說 要讓我們的議員 還有我們的局處 能夠了解 再者我想公務局 公務局會被點到 你們的這個執行力偏低 我想有很多種種的因素 包括所謂的徵收上 要跟地主協調 取得上的一個困難 還有我們的前段 都發局 在都委會 跟內政部的一個溝通上 在內部會議的一個交流 在討論的時候 可能在這個效率上 以及中央的公文旅行 是不是有沒有嚴格去追蹤 督促跟中央來協調 導致你公務局很多預算 沒有辦法去落實執行 是不是這樣子 有關於徵收的部分 有一部分是協議架構 必須要談 談了不成以後 才可以用法定的強制 用徵收 那要六個月 那過程中 我這邊要特別點出一個問題 你們在做的很多 有一些 有浪費 但是效率不髒 我舉一個例子 第一個會期就答應我說 玉山街的部分 幾個電線桿要來遷移 本週要約會堪 結果你知道嗎 玉山街有一個路段 已經顯袍加封完成 那你改天遷移 那個電桿地下化 或者移除的時候 那是不是又要造成一個 資源的浪費 我想這一點 我要提醒我們公務局這邊 兩公處這邊要注意一下 好不好 還有 我們 我們這個審計處也點出 我們公益採券營營基金 的一個未妥善規劃運用 很多是運用在補助單位團體 這個部分 我想我一直在強調 公益採券營營基金的一個本意 是要用在照顧我們的弱勢 我在參加很多單位 很多單位的一個活動 其實真正 以所謂的 我們弱勢的一個 救濟補助上沒有關係 我提醒我們 這個社會局這邊 是不是要特別留意 我們公益採券營營的基金 這個資用 再者 財政局長 我們有一塊地 在民生路 646號旁邊 是我們財政局的公有地 你停車廠管理基金 運用 可以把它開發成 讓我們停車廠的開發運用 來收費 也可以 可以益助我們的基金的收入 謝謝議員 我們也在準備要做這方面的努力 民生路 646號旁邊 一大塊空地 就大華五街口 我想我們桃園區 市區 停車非常的困難 我想這一點在執行上 對我們 一定會市民得到掌聲 我們效率的執行 預算的執行 基金的運用 一定會得到喝采 謝謝 我想請教教育局長 局長就是我們注意到 這邊有寫到一個 補救教學的一個狀況 沒有很完善 那我就想到前陣子 發生了一件事 在今年暑假的時候 有家長拿了一張照片給我 是一個國小的一個公布欄 那上面竟然印了一張海報 賀本校錄取復旦中學國中部幾名 治平幾名 欣欣幾名 那局長覺得這凸顯了什麼問題 在補救教學方面呢 這個過去坦白說 我們補救教學是有一些改善的空間 不過經過了這一年來的努力 那以今天報紙上登出來的 那個國中會考C加強的部分 我們進步率是 英語是在全國第四名 數學是第五名 那所以這個跟過去相比 我們是有一些成效 不過最重要就是師資培育的問題 不救教學的師資 他是有教師資格 他還需要受八小時的訓練 如果沒有合格教師證的話 還要受十八小時的訓練 所以我們這一方面也在努力的 在培育師資 那至於國小用錄取 這個私校做一個榜單 我覺得那是不合適的 學長我跟您講一下我的疑慮 因為國小過去比較是有教無類的方式 就是我自己也曾經在國小擔任英語替代役 那我們對於補救教學的部分 我們真的是真的在幫孩子 我們也沒有所謂的成績的壓力 或升學的壓力 但是這幾年其實私校越來越寒 其實開始那個所謂的一個升學壓力 甚至在國小五六年就開始了 所以才會出現學校拿這個做榜單的狀況 我不想點出來 是因為學校其實態度非常好 立刻就嚇到了 說欸對 為什麼我們做了這個東西 所以他們立刻答應說當天就撤掉 但是我認為就是 這也凸顯了 其實國小補救教學 因為未來有一點點升學的一個 往國中升學的一個壓力的狀況之下 或許會越來越 落實的沒那麼好 因為學校要拼那個升學率 所以拜託局長這邊盯一下 另外就是國中的部分 其實我們看到是有進步啦 但是局長大概也很清楚 大部分學校在辦所謂的輔導課 我之所以那麼不贊成 是因為大部分的輔導課 真的都是在針對那些成績 已經本身就已經領先的孩子 大部分參加的孩子就是那些 所謂的A班 或那些已經 程度上本身就已經很好的孩子 他們用那個輔導課的資源 繼續的再往上 達到更好的效果 但是很多弱勢的孩子 聽不懂的孩子 其實國中的補救教學 確實做的沒有過去好 所以希望局長這邊 也要求國中 雖然有升學的壓力 但是把減C當成一個指標 希望各校可以以減C為目標 讓各校的一個考基 讓減C能夠變成你們平段的標準 對學校可能會有更好的效果 那謝謝議員的指證 好 再拜託 謝謝 好 謝謝各位議員 我們先休息十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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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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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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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